狮子王是一部有关非洲大草原的经典动画片 狮子王为了拯救儿子而过世后 专恨的统治者摧毁了草原的平衡 而年幼的狮子王子只好被迫流亡 狮子王子重新夺回他的王国 是因为一位导师的协助 他的理解之眼被打开了 了解到草原上的伟大生命循环中 平衡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夺回国王的地位之以前 这头年轻的狮子获得一项忠告 不要只看眼前看得到的事物 在学习成为天赋一切产业的继承人时 福音指导我们不要只看眼前看得到的事物 若不要只看眼前看得到的事物 就必须透过救主的眼光来看待他人 福音这张网容纳了各式各样的人 我们无法完全了解那些在我们的世界 工作场所 教会会众 甚至我们家里的人所做的选择和心理背景 因为我们几乎无法全盘了解他们 我们的眼界必须超越随意的假设和刻板印象 也必须扩大自己窄小的经验尽头 我在担任传道部会长时 就曾有过不只看眼前看得到的事物的经验 有位新来的长老忧心忡忡 他在和我面谈时 垂头丧气地说 我想回家 我心想这个问题好办 我劝告他要努力工作 为这件事祈祷 一个月 一个星期之后再打电话给我 一个星期后 他几乎一分不差地打电话来 他还是想回家 我再次劝告他要祈祷 努力工作 一周之后再打电话给我 那一次 下一次面谈时 情况还是没变 他坚持要回家 我打定主意 绝不让这事发生 因此开始教导他 这项召唤是多么神圣 我鼓励他要忘掉自己 努力工作 但无论我提供什么样的建议 他的心意仍然不变 最后我忽然想到 也许我并没有全盘了解他 那时我感觉受到提示 问他说 长老 你有什么困难吗 他说的话 刺转了我的心 他说 会长 我无法阅读 我原先以为 对他十分重要的那些 明智忠告 实际上一点也不符合 他的需求 他最需要的 是我放下冲促的评断 并让圣灵帮助我了解这位长老心里真正的问题 他需要的 是要我用正确的眼光看他 并提供一个怀抱希望的理由 但我之前的表现 他有一次醒来 他有一次醒来发现亚兰的车马军兵正包围着他的城市 以利沙的仆人惊恐地问他 面对这种困难该怎么办才好 以利沙用这些令人难忘的话 要他不要担心 他说 不要惧怕 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那仆人无法理解先知的话 他只看眼前看到的事物 但是 以利沙却看见贴使集结成军 准备为先知的人民战斗 因此以利沙求主开启那年轻人的眼 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 围绕以利沙 我们往往用眼睛看到的差异 来区分自己和别人 我们在那些思想谈话 衣着及举止和我们相似的人 旁边会感到自在 而和那些来自不同情况或背景的人 相处会不自在 事实上 我们不都来自不同的国家 讲不同的语言吗 我们不是都透过自己 十分局限的人生经验 来看这世界吗 因为有些人像先知以利沙那样 用灵性之眼来看 来说话 而有些人则像我对那些 那位无法阅读的传教士那样 用肉眼去看去沟通 我们住在一个以比较 贴标签和批评为乐的世界 与其透过社群媒体的镜片来看 我们反倒必须向内探求 那大家都能获得的属神品格 这些神性特质和渴望 无法张贴在Pinschit或Instagram 接纳他人 爱护他人 并不代表必须接受他们的想法 真理显然是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 但绝不该因此阻碍了仁慈 真心爱人需要不断练习 去接纳他人所尽的努力 因为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知道 他人的人生经验和限制 如果不想只看眼前看得到的食物 就必须刻意地专注在救主身上 2016年5月28号那天 16岁的波里奇和朋友奥斯汀 在克罗拉多州的家庭农场 波和奥斯汀爬上他们的四轮夜夜车 满心期盼要去冒险一整天 他们开没多久 就遇到危险 发生了悲剧 波驾驶的越野车突然翻覆 把波压在180公斤的钢铁下面 奥斯汀去到他身旁时 见到波正在挣扎求生 他用尽力气想把朋友身上的车子推开 却无法挪动分毫 他为波祈祷后就拼命跑去求救 急救人员终于来到 但几个小时后 波还是死了 从城市生命中解脱了 他伤心的父母赶到后 在那间小型医院 波的好友、家人站在一起 一位警官进入房间 将波的手机递给了他的母亲 他接过手机 一阵闹铃响了起来 他打开手机 看到波设定的每日闹铃 那是他那爱说笑 爱冒险的青少年儿子 所设定要每天阅读的信息 他念出来说 今天要记得将耶稣基督 放在你生活的中心位置 波将重心放在救赎主身上这件事 并没有减轻他的亲人 对他过世所感到的忧伤 却淡确使得波的一生和人生抉择 有了极大的希望和意义 这让他的家人朋友 能超越他的早逝带来的悲伤 望向来生那真实的喜乐 这是何等温柔的慈悲 让波的父母 能透过他们儿子的眼睛 看到他最真实的事物 身为教会的成员 我们以蒙德恩赐 享有个人的灵性闹灵 来警告我们不要单单用肉眼去看 而没看到救恩 圣餐每周提醒我们 要继续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 使我们一直记得他 能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 但我们有时会忽略 这些提醒和闹灵的感觉 我们若将耶稣基督 摆在我们生活的中心 他必使我们的眼睛打开 来看到更大的可能性 那是我们无法单独理解的 我曾收到一位中性姐妹 非常有趣的信件 谈到她受到 闹灵保护的经验 她说 为了让丈夫了解她的感受 她开始在手机列表 记录她丈夫所说和所做一些恼怒她的事 她心想 等到时机一到 就会向丈夫出示这些证明 让丈夫因此改变她的所作所为 但有个星期日 她在领受圣餐 专注在救主的赎罪时 却了解到写下自己对丈夫的负面感受 其实只会将圣灵从自己身边赶走 但绝不会让丈夫有所改变 她心里响起了一个灵性闹灵 说放下吧 都放下吧 把这些删掉 这样做没有好处 她这样写道 我花了好一会儿 才按下全选 又花了更多时间 才按下删除 但这样做了以后 所有那些负面的感觉都消失了 我的心里充满了爱 对我丈夫的爱 和对主的爱 就像往大马士革路上的扫罗 这位姐妹的眼界改变 那扭曲视线的灵片 从她的眼睛掉落了 我们的救主经常为眼盲心盲的人 开启肉眼和灵性之眼 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到神圣真理 在实际和象征的层面看来 都能准备好我们 让鼠式的短视得到医治 当我们 我们若注意到鼠灵的闹灵 正在提示我们必须改变方向 或采用比较宽广的永恒眼界 就会得到圣餐的应许 能有祂的灵与我们同在 约瑟斯密和奥利佛考德里 在加德兰圣殿时就是这样 当时耶稣基督教导了有力的真理 又应许说 城市限制的慢子将从他们脑海中取走 他们理解之眼会被打开 我见证 透过耶稣基督的大能 我们能用离性之眼看见肉眼所不能见的 我们若记得祂并有祂的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理解之眼就会打开 那时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真实而伟大的神性 就会更勇力地印刻在我们的心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